各位导游大家好,这里是摩鱼的园子 然后今天祝大家情人节,元宵期快乐 最新的元宵活动,大家的机缘都存够了吗? 今天这里主要是想给大家带来一期 平民玩家的机缘计划 以上都是我自己个人的预线 然后欢迎大家在平民玩家当中吃猪 结论就是机缘主要消耗在六折的丹药 六折的银层住气石 还有开田修行之路 以及胶水,还有这摩塔 和我们的工法要求这几个方面 下期更新生还到呢 首先是我们日常机缘获得的话 是一个每周的礼包20 每日礼包20一个 每周的话50 每日礼包20,每周140 加上一个每日礼包100 这里100,然后这里200 每天30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中文断头这里加起来也共是200基金元 那一件下来 还有一个论箭台 在我们论箭台这里的话是 50到20奖励100 嗯,然后机缘奖励是330 再20到,哦,50到100是 50到100的话是 每日奖励90 机缘奖励270 大家提借一下 嗯,那这样子一算下来 我们每周就可以有2155 机缘,嗯,机缘奖励是14 维于机缘,所以就平衷一下 那每周2155机缘都用来干什么呢 我这里就先提前列举出来 首先是买单药 对于单药的话 大家肯定是套求非常多的 像我这里全是单药购买 嗯,单药购买 6折以下就 6折以下的是直接购买 嗯,我们在就是 单药正常不打折的时候是80 6折以后是48 那差不多直接就可以买两瓶 啊,啰嗦了一下 直接先说节呢 6折的机缘首先是买药 然后6折的药 3折的筑器石 3折的凝层 修行记录499机缘 嗯,20块钱 6610机缘 胶水 60机缘 再责摩塔 50机缘 这个都是 还有一个 功法药爵 300机缘 这些说这么多 让大家肯定心理想 我机缘又没有那么多呀 我每周才那么点 那这就是细节方面 嗯,首先 这个不是每一天都会出 出6折的药的 但是出了我们就必买 还有这个6折的凝层 凝层住气石 就是6折购买 嗯,三折的话 这些都是买的 那这些加上去 就按我这里来算 看我平常购买的话 运气不好 就有可能只有2个 那么多刷下来 一般只有2个 那我们假设 运气好一点 每一周7天 每一天都买到了6折的药 那就是480机缘 在这里修行之路 499机缘购买 499机缘购买 499机缘购买以后呢 它会给你250机缘 那我们实际消耗的 就是249机缘 修行之路是两周 所以我们 把249机缘平衡下来 也就每日125 每周125 那这样算下来 2155机缘 减去买要的480机缘 还有 我们修行之路的125机缘 剩下1556 1550 那这1550 主要是用什么 就是开田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是只有4块田的 那我们在前期 还没 就是准备上凝结的时候 需要开到20块田 嗯 大概就这么大一块田 不要开 嗯 这样子 然后3456 这一块都要开 那为什么这么开 就是20块 在前期 只需要6610机缘 往后面开的话 就越来越贵 其实所有团 总共开下来 是42360机缘 那全新的 达到20块 只需要6000多机缘 那我们按照 每一周 存1550左右来算 大概只需要 一个月 嗯 就能把20块机缘开满 那到时候 差不多也就上了冥界 大家把他说 该中的重 该中的重 又重了一点 然后把21块机缘也开出来 把21块田也开出来 开田 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嗯 做完开田以后 再说 我前面说的 要买 就是浇水 当你的弟弟都已经开到二百块了 你不浇水 谁浇水呢 那每天浇水的话 是浇到60几 浇到 浇三次 0 一米五米 一共六十几元 浇水的话 只要是因为 我们的刀法果 一定要 就是收 在种子 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 学习 然后走到种子 不够以后 我们再去点 就能保证我们 预设在种果子 吃果子 到法则 然后也对我们 不成重要的 不然的话 因为你后续的天地真言 以及这个 都是学法则 并且法则 还有一个法则压制 但是没有 对于这水平的玩家 如果你没有红的话 那刚开始的时候 你地又没开 那你就肯定法则也追不上人家 有湖在有湖在的时候 那肯定就比平常玩家能够多 多的优势就是这个 啥子 那个装备的话也是 不过装备池 在这里的体现并不上 如果说了这么多 就是先告诉大家 一定要开田开田开田 最少开买20块 因为前面20也还是要6610几元 后面的就贵了嘛 之后去浇水个60几元 像我们开了这个以后 有一个浇水的 对 这你就直接可以浇水 再次后就是镇魔塔 如果是前期玩家 没有开镇魔塔的话 就可以省下50几元 那像后面的话 镇魔塔这里是可以闭关 然后也是50几元一寸 如果你就是像镇魔塔 镇魔塔还有 镇魔塔就是大家按需吧 因为其实 当你到了特别后期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发现 每个那个法则都好像差不了多少 但是到了非常后期 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一个凝成玉米的情况 也不是凝成是星辰玉米 就导致你也不知道点什么东西 这句话不要出 这句话我看能不能减掉 其实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机缘 你在这一方面就少投入一点 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像这个装备的凝成 还有住气石方面多投入 在之后就是功法要诀 这个是很多小伙伴经常在问的 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买功法要诀 毕竟300一个在前期来说比较贵的 那就很简单 前期来说比较贵 那我们就前期问他 在前期的时候有这活动 还有 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活动能够维持 并且前期的功法 其实他要的那个功法要诀 其实也不多 你看 嗯 一个他只要 嗯 一个 这 突破也只要一个功法要诀 那我们就可以点一下 所以说在前期的时候 我们的功法要诀 是动物圈 但如果你到了很后期 嗯 你像这里 一个名物就要6个机缘 名物就要6个 然后 嗯 然后这里就是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后面之后的机缘会变得非常出场 所以在后面的时候 我的功法要诀就要买起来了 大概后面是什么时候 我是比较推荐在 当我们以这个为例吧 与化飞仙 这个是 就是当你的功法要诀 当你前面的功法 名气 名气 丹药 点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 让我想一下 当 我是在这一本 实际出现以后 就开始着手买功法要诀的 300一个 嗯 嗯 买的话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在后面一本就有可能出现领悟就要5个功法要诀的情况 还是有点多的 嗯 所以在后面就可以把这个功法要诀买起来 然后也是按去购买就前期不需要 所以我们前期其实真的需要机缘的地方也不多就是一个丹药一个凌晨一个助器石 那我们通过这些活动以后把那个丹药把那个 看完整起来用在开地上面 在开完地以后我们再把剩余的功夫剩余的机缘花在类似于 嗯 就活动这个 这里还有想传一些机缘准备这种活动 嗯 其次 就是可能是 刚看宁记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兴奋 刚看宁记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兴奋 特别是这个羡慕的碳宝就很想 二千机缘抽一下 嗯 不推荐 因为我做过这种傻吃 所以我就不推荐你们走 我当学存了一万机缘 刚上宁记也特别开心 就直接 叉叉叉叉 一万机缘夹起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连接了 我先磨的古堡 其实很多都是后面出的 就是当时才出了一个两个左右 其余的古堡很多都是后面出的 像这个都是我自己拼装下来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 推荐大家点个行为 硬齐这东西吧 不太好说 不点不点别点 就别点别点 就会推 但如果你很想抽 就是说我就是玩游戏就买个开心 那你们全新的机缘 这个就这样子 嗯 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多多点赞 然后尽快更新双卡档了 双卡档其实就是我自己 日常机缘主要消耗 看我现在已经是存了3600机缘 嗯 在今天的话是已经 今天这里是消耗了3000多机缘 还有在刚好这个活动出了 就加上这里的900 这个活动一共要消耗5000多机缘 你如果是直接来的话 你就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机缘 嗯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机缘都是大家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要用在制成 要用在老人上 不要嗯 不要随便那个够活了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再见